苏迪曼杯小组赛 今日中午刚刚过半 但出现形势已经非常明朗 目前四个小组中 已经有三个小组提前产生出现名额 淘汰赛八强已经产生了六席 只待中国队所在的A组 两场比赛今晚结束后 本届苏杯八强很有可能 会提前两天全部产生 由于赛程有先后 C组和D组的大局昨晚已定 死亡之组C组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纠结 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 印度队先以1比4不敌中国台北队 昨晚又以0比5 遭马来西亚队临风 加上该组内的澳大利亚队 难以掀起风浪 马来西亚队和中国台北队 在两轮结束后都是两连胜 携手提前出现 明日他们将争小组第一 同样 D组的日本队和韩国队 均战胜了英格兰队和法国队 亦都提前出现 明晚将争小组第一 日韩两家的小组第一之争非常关键 甚至会影响整个淘汰赛的局势 今天早上 B组也进行了第二轮小组赛 印尼队和泰国队提前出现 截稿时 印尼队以3比1领先于德国队 丢掉的竟然是南双这一分 新秀卡尔南多马丁以1比2不得国的马克马文 泰国队以3比1领先于加拿大队 丢掉的是南丹这一分 王高伦0比2负于加拿大的杨灿 泰国队的惊险不止南丹 还有女丹 拉差诺在对阵李文山时 决胜局一度以12比17落后 但最终以22比20险胜 这样 本届苏贝八强已经产生了六席 分别是印尼 泰国 马来西亚 中国台北 日本 韩国 他们全部都是所在小组的种子球队 A组的第二轮比赛今晚展开 丹麦队和埃及队一亿几乎没有选面 所有目光都将聚焦在 首次来到一号场地的中国队身上 他们今晚的对手是实力不俗的新加坡队 中国队VS新加坡队 今日17点1号场地混双 郑思维黄亚琼 VS徐勇凯成微寒男丹 石宇齐 VS郑家恒女丹 河冰娇 VS 杨家敏男双 杨伟坑王场 VS落剑咸郭俊良女双 陈青陈甲亦凡 VS金女家黄家迎新加坡队最强的得分点 自然是男丹落剑佑 但落剑佑今天没有被排在阵容中 从这个角度来看 新加坡队已经对争夺小组出现权 没有太多想法 随着落剑佑的B战 原本中国队与新加坡队一战 最有看点的一场对决也遗憾未能上演 取而代之的关注点 是中国队这场比赛除男丹石宇齐外 其他四个单项全部换人出战 其中 既有已经征战多届苏碑的凡尘 雅思和冰娇 也有首次代表中国队打苏碑的两尾坑王场 丹麦队VS埃及队 今日17点2号场地马来西亚队 VS中国台北 队 明日10点1号场地印度队VS 澳大利亚队明日10点2号场地